Hola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小英雄司客 今天的就是這個 摩托車 它可以變成一整個摩托車錶頭 呃...這麼講嗎? 然後摩托車這次摩托車很可愛的前面還有一個假面騎士拖 正面 側面有騎摩托車的樣子 不過實際上這個摩托車的樣子跟這邊差蠻多的 你看這邊還有錶帶 那個錶帶已經扁得跟什麼樣了 裡面...喔!另一面是玩具的 這是這次的玩具RKF 嗯...接下來有在考慮要把它購入一隻這樣燦爛騎摩托車 而且它後來還有一個機器人 後面 Gate的也可以 然後可以插入錶口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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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插入腰帶 然後上面 再把它打開吧 不過它還蠻小的 這摩托車完成之後不知道多大 這是不是實體大小 這聲音聽起來應該是塑膠的 果然 喔咦原來它是縮成一顆錶頭 好說明書 是說塑托錶頭也太多東西在上面了吧 應該知道 喔!這個就是按鈕最上面的部分 摸起來有點軟軟的 這個...這個應該要收起來吧 對啊 這好像走到前面 看起來應該不是走到後面的 正面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分割線 上面寫的bike 摩托車 裸空 然後特別的後 輪胎可以玩 這塊差點被我拔下來 這塊是可拔的 這很感應的一個一把 這應該是往前走 對啊 看起來真的夠多是往前走 往前走 臭面 其實已經透露出來的可愛偷偷 我們來研究一下說明書好了 要不然不知道怎麼拆解 好了 研究完了 他這次 要先 蠻簡單的其實 然後先從這邊打開 還以為是有點順序問題 像這樣兩面撥開 他真的很拔 奇怪 好 拔開之後呢 後輪就可以先打開啦 喔 上面有寫卡片 之後呢 後面這裡這個 稍微舉起之後要往後轉 在這邊固定之後 這邊跟龍頭一起轉過來 走輪子長在裡面 翻過來 再把尾巴轉過來之後就完成了 拿起來挺有分量的 然後這一次 要用另外一側才能停車 然後一樣可以這樣擺 一樣很有摩托車 然後這面看起來好像很帥的 有摩托車的樣子 還蠻長的 但另外一面 而且是白骨 正面的頭 這塊也是軟的 然後這個也軟的 這邊也軟的 它把會塗出的部分都走成軟的 比較不快一點 這邊還寫卡片 超讚的 感覺是減肥了之後的摩托車 然後呢把它變回去的順序呢 其實也沒什麼差別 前輪收起來之後 這個也要轉回去 然後這個再轉回去的時候呢 龍頭也記得要轉 之後這塊先把它恢復為原位 它這邊其實有一個洞 在這裡 這一個 然後這邊有一個 它裡面這邊也有這一根 移動過去就好 不要搬得太大 因為它這樣稍微移動一下 是完全沒問題的 然後後輪收回來的時候 要跟前輪差不多 算是前輪先進去吧 但是又不能完全進去 那個有點難解釋的狀態 然後龍頭收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然後因為它是有這個 所以我們也可以 有請我們的 要帶 然後腰帶起來之後呢 我還去特別挖出了 Buildo的手機 手機摩托車跟錶頭 差了相近有一半 然後旁邊都是依然的這種 超級緊塞感 之後還把萊姆拿出來 所以我們來 稍微看一下 差距有多少 不過 沒錯 就是我覺得這次有點可惜 就是聲音的部分 比如說這次的 這次的還蠻快的 不過它這個地方非常大一塊 一個大方塊 然後後面整個很大 但是 這次我們這個Bike啊 它的變成方法 稍微 一點點 的複雜 一點點 不是到很難 所以 小孩子要玩應該也是沒什麼問題 幾次應該就可以記住了 重點是說 它這次可惜的是 它就整個瘦身了 然後沒有聲響 它看起來也 沒有 很大的魄力的那種感覺 輪子也比較小 比起來又比較小 而且輕很多 因為上次這個 有電池 又有BOTORU 所以就整個變重 不過上次這個看起來 椅子非常不舒服 這次好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偏一邊 這邊 有一邊都沒有東西 哈哈 嗯 那上次這個手機呢 就像是一個額外的裝備 但是它有這個BOTORU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這個本身可以放在腰帶上 就稍微差異 哈哈 呵呵呵 那我們把它恢復原狀 喔 恢復原狀了 呵呵 機動比較大 這個東西只是插音 不知道有沒有反應 先看看好了 喔 藍色的 欸 你有其他聲音耶 那 是不是要配合 騎士的 咬頭又不知道耶 試試看 先轉一隻變身 然後有了騎士變身之後 我們就來看 摩托車 還是沒聲音耶 喔 原來有騎士的法會造成另外一個聲音 所以沒有的話才可以玩 這可以不然 呵呵 欸 哇 居然把整個甩掉了 呵呵呵 還原來還有這個問題 唉唷 整個甩掉 呵呵呵 真的太恐怖了 喔 真的會甩掉耶 喔 摩托車的騎乘聲 哇 他整個甩掉了耶 這有點麻煩 呵呵呵 呵呵呵 如果 換成必殺技的話會怎樣 他把他甩掉 好 寫 Ridal Strike Strike 恩 如果是必殺技的呢 FINITSE TIME 呵呵呵 蠻有FU的耶 摩托車絕招 所以他的聲音 就只在他身上 有這個 插進去的聲音之後就是 摩托車的聲音 不過這個會甩掉耶 有點恐怖 呵呵呵 那就這樣囉 這就是我們的 摩托車 恩 阿吧哟